好 今天我们一会来看到8号晚间 吉安翔一名24岁的曹信骑士 行进中央路急行一接口准备待转 没想到绿灯一亮才起步到了对象 就遭到闯红灯的轿车狠狠的拦腰撞上 导致骑士头部是重撞急救之后 仍在家户病房观察 那么肇事车辆在事发后 非但没有停下检视情况 反而踩下油门加速逃逸 目前警方已经锁定目标 将通知盗案说明 轿车暗夜闯红灯撞上绿灯 直行机车不料肇事驾驶不但没停车 查看还家族油门肇事逃逸 我刚听过绿灯刚好有遇到 有看到吗 对 它是办法掉了 你有看到 可是后面数字不清楚 往那边走 它就是中央路一直直走 它都灯过去了 有听到声音 有很大的声音 然后每个车子都 那个轮台有没有 前面人们那个都离开了 医生告诉我们的时候 就是脑部有出血 那情况不太乐观 被撞的机车几乎全毁 肇事逃逸的轿车驾驶 最后因为车辆毁损无法行驶 竟然直接汽车逃逸 花莲吉安乡中央路二段 8号深夜发生轿车闯红灯 撞上绿灯执行机车事故 被撞得其实头部重创 送医开刀后还在家户病房观察 肇事轿车在逃离路上 车牌掉落 被热心民众识货 送交辖区分局追查 警方联系造势车主 当事人向警方表示 发生事故当天 车子被儿子开走 目前联系不上 远警已经掌握当事人身份 并通知尽数道案说明 记者许立晴 花莲报导